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7月19号 现在是上午10点 我是贾志宏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18号 韩国央行决定 将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 至1.5% 同时把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由2.5%下调为2.2% 这是韩国央行时隔三年零 一个月以来首次下调基准利率 在当天的韩国银行金融通货委员会的会议上 韩国央行行长李朱烈表示 韩国经济增长和物价走势比预想的要弱 上半年出口和投资形势不如预期 金融通货委员会 预计韩国经济增速将放缓 为了提振经济 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从1.75%下调至1.5%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韩国经济环比收缩0.4% 韩国央行表示 主要原因在于从本月初开始 不断发酵的韩日经贸摩擦 加深了韩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此外 全球贸易形势也成为影响韩国经济下行的因素 就相关的话题马上我们来联系 在首尔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刘征 刘征您好 今天早上韩国市场的表现如何 另外韩国业界对于央行降息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 韩国央行昨天公布降息后 资本市场表现较为平静 今天早上开盘 韩国宗旨较潜易交易日小幅上涨0.66% 报2080.21点 韩元对美元的汇率报1174.3 较前一交易日下跌了0.36% 今年6月 韩国央行行长李朱烈曾两次暗示可能下调基准利率 因此市场已经对降息是有所准备的 昨天除了韩国以外 印尼央行也宣布降息 随着加入宽松利率政策的亚太央行增加 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价格看涨 跟随央行的脚步 韩国商业银行也在考虑调整利率 韩亚银行和农协银行率先表示 将在下周讨论下调贷款利率的方案 房地产方面 这次降息预计不会给韩国的楼市带来太大的刺激效果 去年开始韩国对住房市场实施严格的管控 主要是部分商业地产 比如店铺和写字楼等将会对降息比较敏感 另外降息也有望带动韩国的国内消费 韩国民众在外用餐出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都将有所增长 此前受内需低迷的影响 韩国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不容乐观 这次降息将帮助他们减轻负担 目前市场还在关注的是 韩国央行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 韩国券商认为 如果韩国经济下行风险和韩日贸易不确定性得不到缓解 那么今年10月或11月 基准利率可能再有1.5%下调至1.25% 触及历史最低水平 考虑到金融的稳定性 接下来留给韩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并不是很多 以上就是我们在首尔的观察 好的 感谢刘真从首尔发回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京都纵火案 当地时间18号上午 位于日本京都市的著名动漫制作中心 京都动画第一工作室遭人纵火 日本媒体18号晚间援引消防部门的消息说 这一纵火案已经导致33人死亡 另有36人受伤 日本京都府警方通报说 18号上午10点半左右 一名41岁的男子进入京都一家动漫工作室 泼洒了汽油状的液体并纵火 火灾发生时约有70名工作人员 在这栋三层建筑物里工作 火灾还引发爆炸 建筑物二层和三层的玻璃全部被震碎 火灾于当天下午三点左右被扑灭 警方表示 火灾现场发现了锤子刀具和便携式汽油桶 这些物品均有可能是这名纵火男子带来的 另据工作室附近加油站工作人员举报 18号上午有人携汽油桶签来购买汽油 另据报道 纵火男子面部和胸部被烧伤 已被送往京都市一家医院 他既不是这家动漫工作室员工 也不是工作室前雇员 警方将对这名男子的纵火动机展开详细调查 据京都警方介绍 男性嫌疑人在纵火之后企图逃离现场 警察在距离现场数十米处的将他抓获 另据现场目击者透露 纵火男子曾经不停地大喊剽窃和盗用 京都动画社长八田英明 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 对公司的抗议行为一直都有 其中也包括杀人威胁的邮件 他还说发生火灾的工作室 在公司具有核心地位 这些工作人员都是肩负日本动画未来的人 即使一人受伤或死亡都是莫大的损失 资料显示 京都动画成立于1981年 曾参与《蜡笔小心》 《哆啦A梦》等知名动画作品的制作 2003年开始独立制作动画 共出品了近30部电视动画 和近20部动画电影 以精美的画面和细腻的情节 在动漫业广受好评 并于2014年在日本三大动画奖之一 《神户动画奖》上获得特别奖 工作室出品的电视动画 《梁公春日的忧郁》 《青音少女》和动画电影《生之行》 也在日本的多个重量级动画奖项评选中 斩获多项大奖 北京市场监管局17号通报 流通领域家具质量抽检结果 经检测发现的11款不合格家具 其中有6款来自无印良品 有2款来自宜家 记者走访了北京无印良品 以及宜家家居的部分门店发现 目前名单上所涉及的不合格产品 已经下架 抽检显示 宜家有两款储物组合 儿童柜和儿童衣柜 抽屉间缝隙项目不合格 而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明确规定 应从家具的稳定性 防撞性 缝隙等要求 更利于保护儿童安全 同时对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 也做出明确限制 宜家已经在2019年3月 于全国范围内停止销售相关的产品 也就是儿童储物系列配套的福利蒂德斯 60×16厘米尺寸的抽屉前板 该产品在全球范围销售 目前我们已经从产品设计入手 对产品进行改进 如果消费者对于产品有担忧 是可以来退货的 在六款标称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家具 包括衣架 餐桌 石墓椅 沙发椅 边桌台等 除个别产品耐磨性差 有五件全部是标称材质与实际材质不符 其中有三件标称为胡桃墓的产品 实际材质分别是黑核桃和胶盒板 还有两件标称举木石墓 实际是水清钢 标称白橡木 实际上是纤维板 对此 无印良品相关负责人书面回复称 针对质检不合格的对象商品 我们已经按照中国G币标准 完成了商品名称问题的修改 今后我们会加强基于中国G币标准的 产品信息标识管理 对于顾客要求退货的情况 将积极进行处理 专家表示 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必要时消费者可以索取相应的赔偿 随着剩下三伏的到来 一些市民选择贴肤 三伏贴的方式治疗和预防一些疾病 达到冬病下肢的效果 然而近日 江西92名儿童在接受三伏贴治疗之后 却出现了不良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 7月16号晚 江西省儿童医院发布通告称 7月12号至13号 接受三伏贴治疗的881名儿童中 有92人出现骚痒 灼痛感 水泡等不良反应 症状表现一开始是有灼痛感 粘贴处皮肤呈红色或深红色 之后起水泡破皮等 很多孩子背部起的水泡 伤口数日不遇 护士也缩贴两到三个小时 我就遵行医嘱了 对吧 第一天是红肿 第二天就起泡了 后面我15号的时候 我还打电话给了儿童医院 他就叫我在家里自行治疗 他也没有叫我来 皮肤科的医生说 是因为我小孩子体质比较弱 是极寒体质 才会这样起泡 所以我就很不理解了 然后在没曝光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知道这是因为灼伤 而不是因为我小孩的体质不好 引起的这样 昨天江西省卫健委发布通报称 经调查7月12号 该院医务人员为提高疗效 在三伏贴辅料配置过程中 将往年配方中的嫩浆调整为老浆 酒精浓度从56度提高到62度 是导致部分儿童贴肤后 出现皮肤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 专家组认定 此次三伏贴不良反应 系辅料配置嵌合理导致 不良反应整体可控可治 那么三伏贴到底能不能贴 又适合什么样的人贴呢 继续来看报道 家住黑龙江哈尔滨的王女士 听说三伏贴可以治疗一些冬天的疾病 也在家附近的诊所买了一帖 无独有偶 王女士贴三伏贴的地方 很快就起了水泡变得红肿 这让她很困惑 难道是贴肤的方法不对 还是自己并不适合三伏贴的治疗呢 随后记者跟随王女士来到了 黑龙江中医院附属二院 三伏贴这种呢 它其实是需要针对你的病情 然后来了解你具体应该贴到什么穴位 所以呢尽量患者不要在药店购买 这种回家自己贴 行医生还说 三伏贴最好在正规的三甲医院来贴肤 即使药是一样的 肤贴的位置也很有讲究 除此之外 三伏贴并不是万能贴 适用于一些过敏性支气管炎 过敏性鼻炎等疾病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附贴的 更不能完全替代其他治疗 欧盟18号宣布 对美国高通公司 处以高达2.42亿欧元 约合18.69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原因是其在2009年至2011年间 以掠夺性定价方式 伤害竞争对手 或使英国半导体公司 新思瑞退出市场 欧盟委员会称 高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将其大量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基带芯片组 销售给了两家客户 高通是全球重要的 芯片供应商 据了解 这已经是欧盟对高通开出的 第二章反垄断巨额罚单 日本财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全球贸易局势紧张影响 今年上半年 日本出口同比下降4.7% 至约38.24万亿日元 贸易逆差约8888亿日元 数据显示 受石油 制品和非铁金属 等商品进口较少影响 上半年 日本进口同比下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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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